我就改完了 所以我把SAP 入接到 再加一個清除 所以最後在旁邊再加兩個按鈕 這邊一個叫入接到 做法都一樣 所以我都比較快的做一下 這個是入接到的一個按鈕 然後一個清除 我會拿這個來複製 貼上 然後把這個改一下 把這個改成清除 SAP 跟Function 最大不一樣 應該就看得懂 至於你喜歡哪一個 這個就自己可以決定 可以按照自己工作上 你可以產生你要的一個 VBA 程式量跟模式 所以這個是SAP 不過我發現還是SAP 大部分同學還是比較喜歡 Function 這邊你要插入一個函數 這邊就變點一兩下 然後自己再選一下 然後再上去填滿 這些也不差 不過有一個缺 好像Function 跑比較慢 有沒有發現 好像SAP 沒有Delay 可是Function 會Delay一下 OK 好 那最後的話 我們得到結果之後 就可以再插入什麼 樞紐分析表 如果我想要統計什麼 統計 到底哪一條路接到台北市 切到案件最多的話 其實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就是中山區那幾條 第一名我想應該沒有 懸念應該可能就是 零 因為零聲比較短 我發現中山 中山 北路應該比較長 有沒有 OK 所以來看一下好了 第一個一樣插入 樞紐分析表 然後確定一下範圍 沒錯 因為剛剛好像有範圍 有選錯 確定有沒有到 H 欄 然後列數對 OK 按確定 那這個的話 就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我們這個工作表 就是路接到 然後在路接到的池 空白 為什麼空白呢 如果你發現空白這邊有的話 那一般表示說 資料我剛剛講過 沒有更新 所以很簡單 你在樞紐分析表工具這邊分析 按重新整理 或全部重新整理 它就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講過 它有一個 catch 會暫時存放 所以將來說 為什麼裡面空白 那表示說這裡面它沒有更新 那你就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最後一樣 我希望抓出那個數量最高的 所以我就常用裡面 把它改成什麼 跟著你講 應該是排序 Z到A 有沒有 哇 第一名出現了 OK 所以鈴聲有啦 可是因為鈴聲可能比較短 然後中山北 不過也在附近吧 第一名是中山北路 那你想說老師 那可是我不要這麼多啦 我要前十條就好了 那怎麼留下前十 很簡單 一樣列標籤 在列標籤裡面的話 它會有一個叫十的篩選 前十項就好了 有沒有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 其實這個列標籤旁邊那個箭頭就是 主要就是決定你要顯示哪一些資料 哪一些不顯示 可以透過這個地方有點像篩選 然後把它前十項就可以了 然後其實前十項不一定是前十啦 你如果要改 你這個數字可以更改 有沒有 前十名就馬上列出來了 而且你會發現中山北路真的是遙遙領先很多 OK 100 為什麼這麼多 這個可能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111筆到底有哪個地方 其實你還可以點兩下 我剛剛講過了沒有 你要針對中山北路 到底中山北路是幾段比較容易被拖 點兩下就知道了 打開一下 這個地址在這裡 OK 感覺好像天母 感覺好像比較偏六段七段 所以六段七段好像比較多 天母 天母的七段有這麼多嗎 還有一段二段的 所以好像偏重在要不就天母 不過可能小偷比較識貨吧 天母那邊 不知道都有錢人嗎 好像感覺是像這樣 OK 所以如果你要再去分析的話 你就再把111點兩下 有沒有 這邊點兩下 它就跳出來了 這個我覺得 但是它比較麻煩的就是說 你會發現上面不是有下拉清單對不對 然後它有幫你做格式 那這個我是建議 你可以多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這個設計裡面的轉換為範圍 我建議是把它點下去 因為它現在是表格型態的話 將來你在下公式的時候 會非常麻煩 比如說你將來要取 像這邊有沒有 假設你要再弄個公式好了 它這個 你要再插入一個公式 它會變成說 這個這個 比如說用mid好了 用laps好了 比如說我要取台北市這幾個字 你會發現 你給它的那個位置有沒有 它不是一個什麼呢 應該是F2對不對 它會變成一個小老鼠符號 然後呢 發生地點它擔成一個藍位 那因為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它現在的狀態是一個表格 這個滿常遇到的 那如果你假設要解決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很簡單 取消一下 就我剛剛講的 你只要把這個設計裡面 按一下什麼 轉換為範圍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這個我想應該很多人都有困擾 轉換的範圍對不對 然後它就不會是表格 OK 按確定 OK 那上面的下拉清單不見了 那這個時候你再試一下 比如說我再一樣 插入一個隨便一個mid 然後指向這個儲存格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它就恢復了 所以特別注意 它點兩下跳出來的會是表格 但是它會造成你將來在下那個公式的時候 會發生一些狀況 那怎麼解決 很簡單 把它轉換為範圍就可以了 OK 所以再控制一下 有沒有 設計 就這個東西 這個還滿常有同學問的 只是說順便我有遇到 我就順便講一下 把它刪掉一下 那最後的話 這個就是畫一個什麼 那個前十名 那個什麼 竊盜案件前十名的支條組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前十名 前十名 直條組好了 然後這邊的話一樣 就是分析 樞紐分析 我們用最簡單的直條組 OK 這個我比較單純一點 然後這個大小把它調一下 然後名稱的話這個跟剛剛一樣 這個把它加一下 然後點一下這個框框 常用把字改一下 改都一樣 OK 我就不... 記得點框框 我發現你如果設定那個顏色 大小它會不理你 最後這個把它拿掉 圖力去掉 好 這樣就OK 所以今天的話我們基本上 就是把三個欄位產生 一、二、三 然後把這個路接道做成VBA 然後並且根據這三個欄位的資料 畫出三個圖 OK 最後就是這一個 路接道前十 這個比較簡單 直條圖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 溜水喔 OK 先妳看 我們來 好 來 好 來 好 来 好 來